很常想吃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沒開 沒事到就覺得 明天再來等等看 看他會不會來 他之前會在白米橋那邊 人也是很多 然後也是得排隊 從那邊開始才追他 追到這個地點 被封為幽靈餐車 果然名符其實 因為老闆李凱琳的炒泡麵餐車 時常在宜蘭蘇澳地區 神出鬼墨 想吃還得要碰運氣才行 騎著自己改造過後的餐車 穿梭在宜蘭蘇澳市區的街頭 李凱琳才剛就定位 準備換上專屬的廚師袍 就馬上有機場碌碌的客人 上門報到 你要什麼口味的 今天只有黑胡椒牛 跟三杯雞 大家都為了這一份 現點現做的炒泡麵而來 甚至有人大老遠 從嘉義奔來 就等著一場美味 三杯雞湯 可是要稍等一下 等個十分鐘可以嗎 自家炸的蔥油 打顆蛋 再加入一大把筋肉 還有洋蔥 紅蘿蔔 烏我等配菜 用大火炒香 這時候就換主角登場 燙好的泡麵和高麗菜 一塊下鍋 再加入蜜製的三杯醬 迅速翻炒 每一三兩下 超人氣的三杯雞炒泡麵就完成 它的菜很脆 然後麵是Q的 然後肉也很暖潤 每個禮拜都會過來買一次 因為就是沒有吃到的話 就會很想要吃 對 那都會提早過來 怕會買不到這樣 其他地方的炒泡麵 我覺得太乾 然後他們家的炒泡麵 是很Q的那一種 然後又不會 吃起來口味很乾 好好吃喔 這個麵好Q 好香喔 麵會這麼Q的原因 李凱琳不藏思 大方公布料理秘訣 就是泡麵要先用滾水 汆燙三分手左右 馬上撈起 麵只是純粹燙軟 稍微軟的時候 你就下去炒 然後控制它有水分 太多你就倒掉一點 太少你就加一點 那你水控制好 它炒出來的麵就是剛剛好 這樣炒出來的泡麵 不僅能吸附醬汁精華 口感還能維持在最佳狀態 而炒泡麵的另一個靈魂配角 就是外頭沒有的三杯雞肉 軟嫩的口感 吃起來一點都不像是雞胸肉 可讓人越吃越爽死 肉很大塊 然後很實在 很多塊 然後又很好吃 重點是它的肉很軟的麵 然後上面又很入味 這個醬汁跟這些配料 都已經結合在一起了 就真的 此生真的要必吃一次 我家里舒嬅這條街 已經來回開了三次 讓我遇到一定下來必買 麵比較Q 然後料很多 肉啊 尤其是肉 炒 炒方面都是肉